美国总统拜登就任即将满周年 他立主的投票权改革等法案仍卡在国会过不了 他今天宣布要摆脱参院妨碍法案的议事规则 法新社报道 参院长久以来有使用俗称费力把事托的阻碍议事程序的手法 是造成立法难行的罪魁祸首 拜登表示 他决心在改革投票权的重大议题上摆脱这项程序 大众对费力把事托的认知来自电影与电视剧呈现的情节 通常是某个参议员义夫当官站在发言台 滔滔不绝数小时而不下台 尝试拖延或阻挡议案交付表决 不过更常见的情况是运用现行的一项议事规则 也就是即使法案本身只需简单多数权就可以通过 但针对其中大部分的项目辩论时 却需要参院总席次的三分之五 却需要参院总席次的五分之三 也就是100席中的60席统议 才能终结辩论并交付表决 若是少数党在参院掌控至少41席 就可以阻挠法案进入表决程序 这就是所谓的费力把石托 拜登在2020年美国总统大选期间和就任总统之初 反对改革费力把石托的议事规则 宣称他能够找到民主与共和两党的交集 不过拜登今天却是立场180度大转变 力挺运用所谓核选择 让民主党可摆脱共和党的质种 以通过两项攸关投票权改革的法案 并说这对于挽救美国民主格外重要